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老婆計其車資訊網 我是大魔王Singer 我是Jay叔叔Jod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葡萄牙的一個很著名的Portima賽道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身後坐著的這一台就是 保姿姐最新的Tykan電動車 這台很特別的這台其實是Turbo S 是最強最猛的一個版本 保姿姐今天安排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來試 然後也可以跟其他的車種做一個比較 我看說這一台是不是 真的如大家所想像的 它真的是一台很厲害的電動車 可是如果講到電動車的話 大家應該想到的都是Tesla對不對 像我自己有開過Tesla 那個P100T P100D這台車 那個車的動力其實非常強勁 它也是讓第一台讓大家享受到所謂的 續航力部分 比如說500公里、600公里 跟一般的車差不多 然後也可以享受新的科技 比如說自動駕駛這些比較新的功能 那到底保姿姐出電動車 是能跟Tesla拼嗎 我想我們待會試駕之後就會有答案 所以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待會的試駕結果 那我們現在要來體驗一下 那個Tykan的賽道表現 剛剛教練有說 因為這台Tykan這台車 你不能把它跟911或其他車款直接相比 因為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是保時捷的電動車 這台車有所謂的保時捷的DNA在裡面 所以你一坐上去就知道說 這是一台保時捷的車 包含操控介面 包含乘坐姿勢各方面 但是到底開起來 有沒有像那種保時捷 純粹的運動精神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怎麼樣 那這個呢其實在過彎的時候 其實整個循跡性我覺得是相當好 那我們早上有試開了其他 像GT2啊 GT2S啊 甚至像剛剛Carrera S這個車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它這個車重跟其他車比來說 其實是真的重了不少 大概2.4噸左右 大概差不多就是跟Tesla一樣的重量 但是呢其實Tesla的操控我們知道 就前幾公里的時候可能還可以 但是隨著時間越來越長 這個車重對煞車的影響 然後對那個所謂的懸吊的影響 都是馬上就會發現 尤其你路段一長跑起來 那個到前面還OK 後面根本就是 轉角的那靠北 那尤其是煞車 煞車的部分更是 Tesla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那個Tesla的煞車我自己開 下山道甚至有開到所謂的 那種煞車燒起來的狀況 那當然在這個賽道裡面呢 它其實因為還有很多的上下坡 所以它對Tyken這個電動車來說 其實是非常的殘酷 因為上坡加速電池會熱 然後下坡煞車的時候呢 煞車會很容易過熱 尤其這車這麼重 所以呢 保時捷衛這台車 前面配上了對10活塞 後面是對4活塞 煞車第一部分 基本上目前已經算是說 原廠車的最高等級 在出彎的部分 因為它是四輪驅動 前後馬達配 然後它說85公里以上的時候呢 它會是用二檔 在大部分我們開的時候 其實都是二檔居多 除了一開始加速的時候 但是它其實一二檔切換的感覺 其實非常的Smooth 不會覺得說 有那種結合不順的感覺 其實很像那種 我們說的雙離合鏡 那種Bug 直接就直接接上去 尤其在那個 我們剛剛在做Lunge Control的時候 其實更為明顯 外面聽到一檔 嗯嗯嗯嗯嗯 下個一聲就換二檔 可是開的時候完全沒感覺到 加速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會直接分配到 前後輪就是幾乎50比50 那一般直徑的時候呢 它就是大部分都是用後輪加速居多 以這麼重的車來說呢 這個煞車其實相當夠用 那當然啦 我覺得在某些比較刁鑽的彎道 如果你太急 油門補太多的時候 你會稍微覺得車子有一點晃動 因為輪胎的那個 抓地力可能跟不上那個扭力的狂暴輸出 所以還是要小心啊 畢竟它是一台動力這麼大的那種電動車 而且是 或是只有馬力大 扭力非常狂暴 其實有點在側滑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其實我們早上在試GT2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的 不過其實以這種賽道這樣表現來說 我認為已經比Tesla強很多了 我們剛剛太擠了 直線稍微快了一點 如果純以賽道來說 我覺得當然 911的GT2 RS 確實是略勝一籠 但當然 那個 因為它本來就是賽道用車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 但是 以一個 電動車而言 我覺得 能有這樣的操控表現 尤其由 我們自己 試過Tesla的表現之後呢 Tesla加速真的很快沒話說 但是持續力沒辦法 它操控畢竟也不是它的強項 當然保濕節的好處就是說 它是坐跑車起家的 所以所有車都有所謂的跑車靈魂在裡面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你享受的是那一種很純粹的操家樂趣 尤其在Polyma這個彎其實很多地方是很急的彎 尤其就是高速然後突然進低速的彎道來說 其實真的是對電動車來說真的很殘酷 OK的 台車起步了 開車 好 我敢猜 好 對啊 就是 比較低就對了 我覺得保濕節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不是只有加速快而已 它 它 彈射起步可以好多次 我們在做 一般我開Tesla P100T的時候 我用那個Rudiculous模式打開 彈射一次很快 兩次還很快 第三次開始就變慢 第四次就更慢 然後它再來就會因為電池的關係 它就不讓你彈射起步 那保濕節呢 他們所有人就用這輛台車 就一直彈 一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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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對他們電池的溫度管理非常有信心 電池的Output非常有信心 那這個就是他們最引以為要的地方 那當然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 就直接對著Tesla的痛點 就直接用力的打下去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秒數 我們等一下開始 大家可以算一下幾秒 好噁打 好噁喔 踩到第一 這樣已經180幾了 所以剛剛 在我們前面已經有人彈過四次對不對 對 這是第六次 然後我們還要再繼續彈 好準備囉 好噁 146 154 168 180 你等好 你等好 好 右邊 大家故意試了一下這個轉彎的距離 相當厲害 相當厲害喔 所以其實應該待會網友可以 就是看影片的朋友呢 可以試一下 我們待會四邊的時間 到底是不是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最精準的 我們保證不快轉嗎 對 保證不快轉 現在輸了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它那個 它後面只有一速 然後到中間要 然後二速的感覺 真的蠻好的 就是它蠻順的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對 外面可以聽得到 我們這次的測試呢 其實我覺得是 相對來說 是比較完善 除了一般 像公路的測試之外呢 還有賽道試駕 而且呢 還對比了其他的保時捷車種 包含那個 就是GT2RS 包含Carea S 還有GT3RS這些車種 那所以呢 在 就是 應該說可以 比較全面的評價一台電動車 那我們 我們偷偷先講結論好了 結論的部分呢 如果當然 以操控樂趣來說 可能還是汽油的 會比較有趣 畢竟車種有差別 但是呢 如果要買一台電動車的話 那一定是保時捷 不會有其他的 那當然 我覺得價格 很多人會想說 價格跟Tesla 比這麼的貴 因為 就是現在Tesla 大概300萬上下 300萬到400萬左右嘛 那保時捷呢 大概就是 600萬到800萬的水準 不過其實大家要想一件事 就是呢 你知道以前的Tesla 大概也是 比如說Model S P100D那種車 大概是600萬到700萬 那後來是因為這些 傳統車廠 開始推出了電動車之後呢 它才趕快降價 直接對半坎 到三四百萬的價錢 那另一方面呢 因為 保時捷他用了新的系統 那種所謂800V特的充電 充電機制呢 讓他其實在很多充電的 使用上面 其實確實是比傳統的400V 大家有一些優勢 包含是充電速度上面 那當然保時捷他們自己 因為參加很多那種 電動車的比賽嘛 所以在整個電池的管理上面 在溫度的管理上面 其實我覺得跟 目前最助理的Tesla來比呢 其實確實是 略勝一籌的喔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 考慮一台電動車 那你想要的是 一個科技的玩具 你想要自動駕駛 體驗這個東西 那 你可能比較適合的是Tesla 如果呢 你想要的是那種 純粹的操控樂趣 然後享受電能的快感 那我覺得 保時捷應該是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我們開的其實是 420mm 前420mm 後410mm 的 陶瓷煞車系統 特別是呢 前面是 10活塞的Brembo 10活塞的Brembo煞車喔 後面4活塞 OK 所以它前面 煞車的那個自動力 真的是太厲害了 真的是很強了 我們在做 彈射測試的時候 一路拉到大概 180 然後 重煞 煞到0 那個感覺真的像撞到牆一樣 對 你彈出去的時候 有 暈眩的感覺 煞車的時候 可能也有一點暈眩的感覺 像我們有在開保時捷下賽道的 就知道說保時捷 基本上不用管過熱的問題 水溫 沒關係 煞車 沒關係 當然輪胎有可能會過熱 機械潮街有可能會過熱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都不用擔心 就是一直玩一直玩 玩一整天都可以 台肯也可以 台肯也可以 像 之前他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就有連續彈射194 都一樣的 Brembo煞車 彈到後來是駕駛人 絕對受不了了 開始反胃了 一直彈起來 彈到受不了反胃了 然後另一個我覺得是 跟P100D比較不一樣 就是P100D 它一開始的那個力量 其實跟保時捷其實差不多 都算都很強 會有點暈眩 但是呢 你會覺得那個P100D的力量 比較早收掉 但是保時捷的那個推力 可以持續到後面 100 120 150 都會一直推上去 我覺得這是兩台車最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保時捷有兩檔變速箱 對 二速變速 二速變速箱 那這個其實就是保時捷特別 在這台車上所帶給大家一個新的 一個新的概念 新的事情 大家都以為說電動機嘛 本來就是高轉的 所以根本就不用變速箱 而且變速箱還會耗能 的確變速箱會耗能 沒有錯 對 那但是我們實際上在賽道上 或是說你實際上 衝到200公里以上的表現 看起來這個變速箱是需要的 不然你 真的到後面 那個扭力一出來玩 那後面就噓了 會有類似這種感覺 就變成說 那個就是變速箱雖然會耗能 但是呢 為了操駕樂趣 為了很多很多的優點 他們寧願去捨棄的這個 就是巡洪里程 就是說把巡洪里程做的 跟對手來比是稍微少了一些 但是樂趣卻多很多 就是他們在坐車 保時捷是坐車的車場 他不是坐3C的車場 所以這個考量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那經過我們一整天的試駕齁 那希望大家能夠對 馬CAN Taycan S 能夠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 跟觀念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 歡迎按讚 分享加訂閱 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下面告訴我們 我是大魔王Singer 我是J叔叔Jod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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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